黑鸟家强无人机无马赫无人机亮相 在研发高超硬速飞行器这方面 洛马雷神波音等一众军工巨掏 兼还不如一个初创公司 目前赫尔莫斯的夸特马MK1验证机已经正式亮相 速度超过5马赫 赫尔莫斯甚至还打算研究高超硬速客机 问题来了 赫尔莫斯的夸马特验证机能否实现高超硬速 高超硬速客机是否可行 2021年8月美国空军联合私营投资公司 授予赫尔莫斯公司一份总额 6000万美元为期三年的科研合同 目标就是开发世界上第一架 可重复使用的高超硬速飞机 而赫尔莫斯也不负众望 2024年3月29日推出了夸马特MK1验证机 根据Breaking Defense网站报道 该机计划在今年年底 在加州爱德尔华兹空军基地 进行高速起降的飞行测试 按照赫尔莫斯的说法 夸特马验证机的飞行速度 将超过SR-71黑鸟的3.2马赫 并突破5马赫 进入高超硬速的领域 问题来了 夸特马验证机的动力系统是什么 又是如何实现高超硬速的 想要实现高超硬速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动力系统 赫尔莫斯公司为夸特马准备的动力装置 属于一种组合发动机 今天火力军之前也提到过 不是什么新概念 在航空动力的分配中 属于涡轮冲压组合发动机TBCC 也就是一台涡喷发动机 与一台冲压发动机的组合体 简单来说 这种组合体的核心 依旧是一个涡喷发动机 但是增加了一个外部的流道 在涡喷发动机停止工作之后 可以利用外部的流道 把这个整体变成一个冲压工作模式 也就是说在低速的时候 使用涡喷模式 与普通的涡喷动力飞机一样 但是随着进气温度和速度不断提高 涡喷发动机会达到性能极限 速度大约为2马赫 之后TBCC会利用预冷却器 降低进入涡喷发动机的空气温度 并将速度提升到3马赫 之后进入冲压发动机的表演时间 TBCC会打开进气旁路 让进来的空气 从涡喷发动机周围 直接向后流去 再冲压燃烧式点火 转入冲压工作模式 飞机进一步增速达到4到5马赫 在实际使用上 这种TBCC的模式也更好一点 冲压发动机无法在低速下正常工作 需要使用火箭助推器 将飞行器推至3马赫左右 在起降上也比较麻烦 而TBCC配置可以确保 飞机在较低速度下运行 这也就意味着飞机 可以像其他喷气式飞机那样 使用现有机场的基础设施起飞 旨在飞行的巡航部分 加速到高超音速 然后减速回到目的地 总体来说 赫尔莫斯动力系统的技术难度并不高 这点跟赫尔莫斯的目的有关 在高超音速飞机领域 赫尔莫斯不是技术最好的研发企业 但绝对是最特殊的一个 之前的高超音速飞机 大多都是试验平台 不是瞄准量产实用化 更不在意经济问题 美国的X系列试验飞机 先后创造了多项飞行记录 比如X-15A试验机 飞行最高高度为10.8万米 还有X-43试验机 最后的冲刺速度9.8马赫 但是实用性基本为0 还有3.2马赫的SR-71黑鸟 6马赫的SR-720借银 速度很快但也很贵 而赫尔莫斯的追求就是经济性比较好 可以量产化的高超音速飞机 并用于商业领域 赫尔莫斯关于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计划 一共为4步 从夸特马MK0到MK3 其中MK0只是动力版铁鸟 不需要直接飞 只是在地面进行滑星试验 主要测试遥控技术和动力系统 所以在赫尔莫斯公布的视频中 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覆盖 目前已经测试成功 MK1也就是这次亮相的版本 估计今年就能完成首飞 任务是测试远程起飞和降落 以及基载电子设备和飞行控制等系统 打MK2才是真正的成功 计划在无人遥控的方式下 实现超音速飞行 预计在2025年推出夸特马MK2 作为赫尔莫斯提供给美国的首款产品 到了MK3 目标是在飞行中演示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到冲压发动机模式的转换 并打破SR-71保持的空速记录 如果项目完成 接下来赫尔莫斯公司将为美军 打造一款实用性放大版的 高潮音速无人机 代号叫做黑马 可以执行侦查军事运输等任务 甚至还包括打击任务 顺带一提 赫尔莫斯得到资金只有6000万美元 在波音落马这些军工巨头面前 根本不够看 但是赫尔莫斯研发进度更快 只用了21个月1800万美元 就完成了原型机的设计 制造和测试 研制一架高潮音速飞机的难点 就是需要不断优化自己的设计方案 以达到最优解 然后再通过复杂的供应链 以获得所需要的零部件 单单这一个过程 就能把这6000万美元全部花掉 如果原型机测试出现问题 那后续的一系列操作 都需要再来一遍 研制费用也就水涨船高 这不是一个初创公司可以接手的 就比如动力系统 之前的高潮音速飞机 要么是以火箭为动力 要么就是特质的动力系统 价格贵测试复杂 赫尔莫斯根本玩不起 只能领皮吸进 在动力系统的选择上 直接使用纯属窝盆发动机 整合进TBCC 只需要为其研制特殊的冲压系统 在早期的测试中 赫尔莫斯用的就是 通用电器的G85发动机 T-38教练机用的也是这款 事实证明这种方案确实可行 2022年6月 赫尔莫斯的动力系统 就成功通过全功力地面测试 等到夸特马验证机通过 来到黑马阶段之后 赫尔莫斯还将采用 普惠的招牌产品F100 按照赫尔莫斯的说法 一款已经服役50年 总飞行时间超3000小时的F100 性能完全可靠 目前赫尔莫斯已经接受了 惠普交付的F100 正在将其整合进TBCC中 不过如何将F100 融入这款新发动机 还不太确定 F100是个涡扇发动机 是否取消外寒道 然后增加一个冲压部分 赫尔莫斯并没有提及 火力军估计涉及到了技术细节 但不管怎么说 这种方式可以节省大部分的研究经费 第二点就是通过3D打印工艺 制造其所需要的关键部位 而赫尔莫斯当前的验证机 还是一种缩小版 等到彻底验证通过之后 再进行放大 这种方式不仅缩短了制造时间 而且避免了管理供应链 所带来的风险 这一系列操作带来的结果 就是原型机的设计制造和测试 不仅速度更快还省钱 值得一提的是 等到夸特马MK3验证机通过之后 赫尔莫斯还打算借助这个项目 打造一款高超音速客机翡翠鸟 实现吴马赫的飞行速度 相当于当年协和客机的两倍还多 只需要90分钟就能飞越大西洋 从洛杉矶飞到夏威夷 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有商用飞机的飞行时间 都可以直接除以5来计算 只是高超音速有人飞机的难度 要比无人机更高 有人飞机考虑的东西更多 比如噪音发动机成本等等 那么高超音速客机是否可行 各国已经服役的战绩 最高也就2马赫左右 而客机当前的目标就是 如何超音速飞行 因为鹰爆的问题 美国早早就禁止客机超音速飞行 1973年4月27日 美国联邦管理局就实施了一项规定 不允许民用飞机 在美国陆地或领海上空飞行速度 超过1马赫 不过如果客机真的进入高超音速领域 鹰爆的问题反而是最好解决的 超音速飞机最关键的要素 那就是必须飞得非常高 在大气层进行高超音速飞行 对机身结构发动机的要求太高 想要以5马赫的速度 稳定飞行高度肯定很高 可能达到3万米甚至更高 因为距离地面太远 鹰爆的控制也相对容易 具体情况可以参考X-59 狭长的机身和细长的机头 可以使X-59在突破音障时 降低空气振波的凝结作用 从而降低噪音 X-59可以将飞行噪音 维持在75分贝左右 对于高超音速客机 最难解决的问题反而是客舱 第一点就是价格 鹰爆苏联美国都研究过超音速客机 但是都失败了 1963年的时候 美国成立国家超音速客机计划 最后的顺者就是波音2707 只是因为超音速客机会产生音爆 破坏臭氧层的问题 项目连钱都拨不下来 鹰爆的协和号号和苏联的图144 都相继研发成功 只是图144运行了不到一年就贵了 协和号检停的时间还算长 1976年投入市场 到2003年才结束 所以火力竟与协和号举例 当时协和号的主要业务 就是跨越大西洋 进入巡航阶段的速度 能达到2.04马赫 从巴黎飞到纽约 只需要3个小时20分钟 比普通的民航客机 节省了一半的时间 但是因为需求低 维护成本高 协和号的票价很贵 从伦敦到纽约 至少1万美元 赫尔莫斯的高超音速 客机速度更快 但价格也会更贵 第二点就是噪音 速度只有2.04马赫的 协和号在舒适度这方面 也达不到顾客的要求 对于人体而言 75分贝就是舒适的上限 但协和号舱内的噪音 达到了90分贝 相对于晚上的酒吧 赫尔莫斯所产生的噪音 只会更大 舒适度也会更低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赫尔莫斯最后的黑马式无人机 有人飞机与无人飞机在设计上 是完全不同的 无人机不需要考虑座舱空间 气动布局可以尽可能的追求高速机动 而有人高超音速飞机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具体情况可以参考SR-72 2007年最早传出SR-72的消息时 它还是高超音速 有人驾驶侦察机 但是到了2013年 美国航空周刊 再次传出SR-72的消息时 SR-72已经变成了一种高超音速 无人机 最大速度超过6马赫 有人战机转无人战机的原因很简单 技术不行 并且在短期内无法突破 就算以上问题都能解决 无人机转换成大型客机 还要注意成本 因为东位不同 需要更换推力更强的发动机 还有就是制造材料 SR-71在进行三马赫的速度飞行时 其机身表面的温度达到了260度 20世纪60年代测试的X-15 在进行6马赫的飞行时 机身表面温度达到了650度以上 机体前端的温度更高 这对材料耐热性的要求很高 总的来说 高超音速无人机 虎利军觉得还有希望 对于美国而言 在高超音速飞机这方面 赫尔莫斯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美国国防部和DARPA 已经资助了多项高超音速飞机计划 比如洛马雷生和通用动力等企业 也在研究高超音速飞机 至于最后的高超音速客机 距离我们还太过遥远 大家看看就好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赫尔莫斯的黑马无人机 可以成功突破高超音速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给大家讨论